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26篇是三篇有关联的诗 诗篇124篇作者是强调 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 我们读一节到第三节 以色列人要说 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 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 当人起来攻击我们 向我们发怒的时候 就把我们活活地吞了 耶和华我们的上帝 就是主耶稣基督 他不但拯救我们 脱离一切的罪恶 脱离一切的罪恶 赦免和解禁我们一切的污秽 当我们面对魔鬼的攻击 困难落在百般的适量 我们的脚 甚至 占不稳固 那时主耶稣基督 是我们唯一的帮助 马太福音10章28-29节 凡劳苦当中当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心 我们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 想安息 作者说 耶和华是我们应当成颂的 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 交给他们吞吃 这个意思 耶和华是永远要帮助我们 诗篇125篇作者强调我们的信心 如果我们有稳固的信心 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 抓住他一切的应许 我们能够面对 所有一切的问题 有一首诗歌是这样说 以我的信心 我们能够面对一切 以我的祷告 我们能够克服一切 以我的感恩 我们能够面对一切 信心祷告 感恩都有同样的能力 作者说 以靠耶和华的人 好像西安山 永不动摇 如果在日常生活 我们每个时刻 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并不会跌倒 因为他的话语 会围绕我们的心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要不断的依靠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最后 诗篇126篇 作者强调 我们在上帝里面的盼望 每一个相信 依靠他的人 并不会枉然劳力 他不断对我们的生命 有美好的计划 我们能够脱离 一切罪恶的前世 但是最奇妙的 就是他任意 死在十字架上 生命为了拯救我们 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 能够享受他一切的恩典 约翰福音第十章 第四一节是这样说 盗贼来 无非要偷窃 杀害 为坏 我来了是要 交养 得生命 并且 得得更丰盛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养舍命 诗篇126篇 第五第六节是这样说 流泪撒肿的 必欢呼收割 那带主流泪出去的 必要欢欢乐了 得带和捆回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在主耶稣基督里 我们的人生更有美好的 汉王 我们的人生 每一步是有方向的 就是有永恒的价值 不是暂时的 所以我们知道 一切的劳苦 在主里面 不是突然的 我们低头祷告 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 你对我们的人生有美好的计划 虽然我们 在世界上 人生是短暂的 但是你赐给我们 救恩和永生的盼望 我们应该为主喜乐 主啊求你恩代保所看顾我们 每天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 面对面与主见面 在你的国度里 主啊感谢赞美你 奉靠主耶稣基督声明 我们祷告 阿们